为什么今天跟大家去强调这个事 其实这种项目 大家会发现 真的特征非常非常的明显 就是它的问题太明显了 但是依然还有人愿意去参与 那说到这儿 咱们就不得不说一说 对吧 这个资金盘的老大哥 PLUS token 是不是 这是唯一一个被央视报道过的 18年就被央视报道过了 那这个项目 它是一个跨国的一个传销案件 一年之内就能搞到全球100多个国家 涉及到了100多个国家 涉案人员达到了200多万人 金额达到了400多亿 朋友们 那项目方当时是承诺什么高收益 但是最后会发现什么 最后会发现收益是挺高的 钱也每天在涨 但是呢就是不能提现 对不对 所以最后它的结局是啥 就是所有的涉案人员都被抓了 然后呢没收非法所得 目前它的主犯基本上判刑 都在10年以上 朋友们看了吗 基本上是把老底做穿了 所以说最后你看 钱钱没落着 然后呢还把自己打进去了 然后还骗了自己身边的一帮人 所以说这个案件当时是非常非常重视的 其实在plus token之后呢 有很多人是这个觉醒了 在一定的时间段之内是觉醒了 因为我遇到这样的项目 我一定要擦亮眼睛 我一定不能再参与了 但是你会发现项目方只要换个说法 只要换个玩法 对吧 大家可能又辨别不过来了 你像plus token 大家有没有想一想 这么高的收益 项目方承诺的这么高的收益 钱是从哪来的呢 对不对 不可能钱生钱啊 不像种地一样啊 种下种子就能涨啊 是不是啊 还有这个plus token 它比较那个什么的一点啊 它做的比较包装的比较好的一点是什么 就是它的这个联合创始人 去参加世界数字经济论坛 但是后来查证了 这个人跟平台毛关系没有 什么关系都没有 所谓的这个创始人的真实身份 其实就是假借了一个外籍留学生 给包装出来的 有些朋友觉得 那这种外国人我们怎么去查呀 朋友们现在信息互联网全球化了 完全可以查 外国人怎么就不能查呢 对不对 你看太明显了啊 所以说这些资金盘 包括你像花火 19年10月份的项目啊 10月份到11月份 比较包装的70% 又是又是走的什么老套路 提币到不了账啊 提币到不了账 要么就是就是黑客攻击啊 平台说呃 遭到黑客攻击了 然后TRC拥堵了 所以说大家取不出来钱 怎么怎么地的啊 大家会发现 包括很多交易所也好 包括很多项目也好 它在跑路的时候 或者是在出现问题的时候 惯用的伎俩是什么 就是黑客攻击了啊 就像这种狗血的电视剧里边啊 有遇到车祸必定失忆 重逢必定重病是一样的 已经用的辣的不能再辣了 所以说咱们吃一切长治 遇到过之后啊 一定要怎么 一定要去懂得会去辨别 所以说今天为什么会把这些 呃 过往已经发生的这些案例 再跟大家去讲一讲 我朋友们 我觉得真的是有必要 再跟大家去提一提哈 再跟大家去讲一讲 因为大家会发现 这些项目 不管是换宣传方式也好 还是换玩法也好 还是怎么怎么样也好 大家会发现换汤不换药 对不对 首先我们要问自己一句 来 这么高的收益是从哪来的 是不是啊 这么高的收益是从哪来的 第二个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特征啊 非常非常明显的特征 就是必须用拉人头的方式 才能够后面的人 补前面的这些收益 这些钱 对不对 然后第三个点是什么 第三个点就是即使 哪怕是我们说 大家以为的第一梯队啊 大家以为的前面的这些人能赚钱 好参与的早能赚钱 大家有没有发现 基本上这些所有的项目 宣传的是什么呀 宣传的都是去中心化的项目 但是呢 为什么提币的时候提不出来 比如说花火这个项目啊 花火这个项目 平台解释说黑客攻击了啊 TRC那个太拥堵 所以说吃吃不到账 但是这个时候 大家会发现项目方的动作是什么 这个时候项目方在疯狂的转移次进 那好 我们但凡知道什么叫做去中心化 但凡了解过什么叫去中心化 真的去操作过去中心化的转账的话 那么如果真的是拥堵的话 那为什么项目方 他可以大额的去转移资金 而我们用户却提不了线 对不对 那如果真的走链上的话 那大家都是一样的 我提不了线 你一样提不了线 所有的人 只要是在这条链上的人都提不了线 那这才是对的 对吧 那为什么项目方 他可以转移资金 那我们却提不了线了 所以说 大家去查一查 他的钱包地址 一定有这种大额转账的出现 一目了然 所以说这个地方 我们就看大家 会不会去看钱包地址 会不会去用这些区块链的工具 这些浏览器 一查真的是一目了然 所以说 不要再相信项目方说 我这个是去中心化的 我这个是经过智能合约的 怎么怎么样 这些谎言很容易被拆穿了 好吧 所以说 这些项目基本上都是换床不换药 但是大家会发现 玩法很多 玩法很多 比如说 曾经的这个双子行约 这个号称说来业暗网的项目 想打造一个全新的金融体系 然后呢 他用的是什么方式 是用了USDT共振的这种方式 用了子母币的这个玩法 这是怎么玩的呢 用我们的这个 有流通价值的USDT 也就是说真金白银 对吧 大家都知道USDT 但凡在这个 这个区块链里面 有过一定的经验的 大家都知道 USDT 对不对 这是真金白银吧 去兑换项目方的这个空气币 然后呢 用挖矿的方式 获得花火的子母币 然后呢 我这个币能涨到多少倍 能这个换到多少钱 然后用这种空的收益 去吸引大家 去边线获利 那么其中呢 一些所谓的节点 其实就是用的一些 传销分层的机制 需要发展下线 大家记住一点 资金盘一定需要发展下线 资金盘一定要是多层的 去发展下线 所以说我们抛除 它去宣传的这些东西 我们来看一下 抛除它宣传的这些东西 我们来去看一下 这个项目的本质 最后总结一下 其实我们刨根去底的话 就是用了我们什么呀 用了真金白银的USDT 去换了什么 去换了它的空气币 大家发现了吗 你不要跟我说 又是挖矿啊 又是怎么怎么样 我们 我们这个 直接去看本质 就是用了USDT 真金白银 去换你的空气币 对吧 那这个时候 大家就要问一句了 我为什么要用 自己的真金白银 去换一个 没有任何价值的币呢 是不是 又不是 又不是比特币 也不是以太坊 也不是任何 有价值的币 然后当时 双子青也打的一个 旗号是什么 是去中心化的 对吧 但是呢 它就是一个中心化的项目 推广收益 这种巨大的泡沫 需要不断的拉人头来 消除啊 对不对 所以说啊 以上的这些 都是搞得上 都是涨金额 达到上亿资产的 比如说Plus Token 达到了多少 达到了400亿以上 是直接被央视点灵的 确实是当时 这个动静闹得太大了 然后呢 所以今天我们通过 Free和这个小焕熊 这个项目 真的跟大家 再去重温一下 大家如果真的 看中这个行业的 收益率 这个无可厚非 谁都想赚钱 谁都想让自己 生活变得更好 对不对 但是进入这个行业之后 大家真的要 捂紧自己的钱袋子 第一 先不要想着 走不去赚钱 先要去辨别 让自己不要赔钱 这个是第一点 那其实我们再说句现实的话 因为刚才 因为本节课堂的开始 我跟大家有去提过 我说我们今天的课程 可能会过于真实 但是我们只有去面对这个真实 才能改变这种现状 对不对 那有人说了 花火项目 其实算是不错的了 对吧 一般资金盘都是369 做长了也就9个月 但是花火这个项目 真的算是不错的了 搞了一年多这么久 那如果说搞了一年多这么久 最后还是亏钱的话 那我真的要说一句 那你是真的不适合玩自己的 所以说咱也不要考虑这个事了 好不好 所以说有的时候项目方 我觉得真的是在把我们的智商 真的是扔在地下去摩擦 所以说呢 咱们一定要不要再去 这些都不能叫做智商税了 朋友们 这叫认知税 一定不能再去交这个认知税了 因为你交的这个认知税 可能动则几十万 大则几百万 上千万 那我们用这些钱 干点别的不好吗 是不是 所以说一定要去直面这些问题 首先第一点 很多项目 它有非常非常明显的特征 很好去辨别 这里有句话 大家一定要记住 不要只听别人怎么说 你听到的都是别人想让你听到的 比如说某某某 赚了多少钱 买了车了 买了房了 从此走上人生巅峰了 等等的 这朋友们 这都是项目方打造出来的人设 因为只有我们实实积极的看到了成果 他们赚了多少钱 我们才更容易相信他们 对吧 比如说有的项目方 来你看看我这个账户的收益 对吧 你看这几天 我已经赚了这么多钱了 现身说法 对不对 这很容易让大家去 大家去这个相信啊 因为币圈一直包括区块链这个行业 可能一直宣传的都是什么呀 都是一夜暴富啊 又是一夜走上人生巅峰 朋友们 你只看到了互联网给我们传达的这些最后的结果 没有看到人家这些真的能在币圈 或者是在区块链行业实现财富自由的这些人 他们背后所付出的努力 他们是经过了多长时间的学习 他们是交了多少学费才能够有今天的成就 或者是才有今天的财富的 在区块链这个行业 不适用的一句话就是只看结果 不看过程 还是那句话 我们真的进入一个新行业的时候 不要盲目去进行投资 真的不要用非专业去挑战转业 好吧 看紧自己的钱袋子 那么这是我要跟大家说的第一点 很多项目有非常非常明显的特征 很好去辨别的 那怎么去辨别我们上面是不是说到很多了 第二个就是 大家在看到一个很好的项目 或者有朋友给你推荐一个收益率很高的项目的时候 一定要问自己一句 为什么这么好的项目就能找到我 而且为什么总是能找到我 大家会发现 其实做这种项目重叠的人群是非常高的 大家发现没有 其实在这个圈子里面 在这个行业里面 有的人可能做这个资金盘被骗 真的不是一次两次了 我们说做事情再一再而不能再三 对不对 但是呢 有些朋友真的是一次两次三次的上当 真的看得人着急呀 是不是 你劝也劝不住 我这个项目就是好 真的是太好了 怎么怎么样 对吧 所以说哈 一定要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 为什么这么好的项目就能找到我 而且总能找到我 我们说被骗了一切 以后一定要吃一切长一智 归根结底是什么 大家会发现这样的问题 归根结底就是我们其实没有走出这个圈子 没有走出这个人群 就是我们身边的这个人群 还是这个样子 还在这个层次上 那你以后接触到的什么呀 接触到的项目也还是这样的项目 以后还会是一样的 对吧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想办法什么呀 想办法去提高认知 去拔高自己的这个圈子的圈层 人群的圈层 去筛选这样的圈层 当你有一天走到比这个圈子 比这个金盘的圈子更高一个圈层 或者更高几个圈层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 哎呀 这个项目这不一眼假吗 对不对 一眼就能看出来这个项目是干啥的 是不是 这个时候 再想去骗我们钱 是不是就没有那么容易了 对吧 说实话 谁挣钱也不容易 谁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 在其他行业赚钱的速度 真的没有在这个行业赔钱的速度快 这个是真的 那这是我要说的第二点 第三个点 第三点 就是出了问题之后 大家不要再去用这种鸵鸟心态 我自我麻痹 是不是 我觉得项目方还会借起来的 钱还会这个再回来的 比如说 plus token 好花魁 好培养 真的是培养了一群忠实的粉丝 你要说这群粉丝真的太忠实 有多忠实吗 还真不是因为忠实 是因为真的确实在这个项目里面 赔了太多的钱 希望有一天 这个项目能够真的再起来 然后呢 这个时候人就 人的赌性就来了 对不对 然后我一定要把这个 钱啊 再想办法赚回来 不能赔在里面 因为谁赚钱也不容易 是不是 出了问题了 还在自我麻痹 所以说 咱们真的不要这样 哪怕用这样的时间 我们去学一学啊 去真的认知一下这个行业 真的去认知一下 什么叫区块链 是不是 那这个时间成本 也要高得多 对吧 起码这个时间 我们用起来是有意义的 大家想一想 那项目都出问题了 都已经什么呀 都已经被抓了 或者是跑路了 那怎么还可能再回来呢 对不对 所以说啊 不要再去 再去处于这种自欺欺人 跟自我麻痹的这种状态当中了 我们赔了 我们认赔 是不是 我们就当交学费了 但是呢 我赔了之后 我要知道我怎么赔的 我要知道怎么出的问题 那以后 我再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 我不能再去 出现这样的问题了 是吧 我不能再去交这样的学费了 而往往有一些朋友是什么 就觉得 我在这个项目上赔了 我在下一个项目上 一定要赚 一定要再赚一笔 一定要不会这个损失 然后第二个项目 可能又出问题了 又赔了 我在做第三个项目的时候 我一定要把这个钱 再赚回来 但是往往这种情况之下 最真实的结果是什么 就是你在第一个项目赔了 然后想在第二个项目赚回来 第二个项目又赔了 然后接连全是赔的 是不是 其实这样的 这样的朋友 他有一个心态是什么呀 就是永远觉得自己 不是接盘的那个人 永远觉得自己是 第一剃队赚钱的人 永远觉得 被骗的是后面的那些人 觉得自己是赚钱的那一帮人 是吧 那大家想一想 朋友们 这个项目在出现的时候 是不是 项目方 资本方 包括一些团队长 咱们说一说 连资本方 项目方 团队长都不够吃 怎么你就能成为第一团 第一梯队就能赚了钱跑呢 你再去参与这个项目的时候 朋友们 已经被他们当做韭菜 这个目标了 很明确 已经是一个韭菜的目标了 这个很明确 大家不用怀疑 所以说大家千万 不要再抱有这样的幻想 觉得自己永远不是 接盘的那个人 但凡你身边的朋友 告诉你这个项目 他自己是接盘的人 你也是接盘的人 好吧 我们以后摒弃这种想法 赔了我们认 我们就到教学费了 是不是 你进入哪个行业 还没有教学费的时候呢 但是呢 我们一定要想办法 跳出这个圈层 跳出这个圈层 这是以上啊 我真的特别特别 想分享给大家的几点 因为好多好多朋友 进入这个行业 我们都知道 区块链行业 它的收益率是要比 传统行业要高 并且高很多的 所以说大家也知道 区块链是一个风口 包括NFT啊 包括元宇宙啊 包括Defi啊 等等这些 里面蕴藏着很多机会 蕴藏着很多机会 但是呢 这些机会 往往是给了 这些搞资金盘的人 一个噱头 你再不参与就晚了 就像 就像这个 FREE这个项目 在去宣传的时候啊 这个拿着40倍的收益 真的很有说服力啊 我100万别动400万了 对不对 1000万就是4000万了 然后再去 起这个小 小幻熊这个项目的时候 就直接告诉大家啊 来 第一波红利 你没有吃到是吧 来 你看 这些赚了40倍收益的人 好 那么现在又有一个新项目啊 也是项目 也是FREE扶持的一个新项目 那你要不要参与 你不参与进来的话 那第一波红利又吃不到了 大多数人都是抵不住 这样的诱惑的朋友们 这个能够理解啊 这个能够理解 但是呢 它的一些特征 也是真的非常非常明显 那往往这样的项目方朋友们 它一般就有两个结局 第一个 就是真的很幸运 他跑得了 他跑路了 啊 其实说实话 前两年啊 区块链前几年 要说跑路 还真是有可能 但是这几年 真的不好跑 为什么 跑不出去了 是不是 啊 第二个就是被抓 一般情况下就是被抓 就是这第二种可能 你跑也跑不了 有些人说 哎呀 我跑到国外了 这个这个国内管不着了 怎么怎么样 咱暂且不说 现在国内 国外 它可以联合去什么呀 跨国去办这种案件 你即便是跑到国外了 朋友们 这国外为什么庇护你 对不对 你是不是得跟人家去交 保护费啊 那你赚到的这些钱 或者你骗到的这些钱 你到国外能交几年的保护费 一旦这些庇护费 你交不上之后 又被遣送回来了 是不是一样的结局啊 所以说没有意义啊 虽然对于项目方来说 有这两种结果 对不对 但是对于我们参与的人 对于我们投资 投钱的这个 这些人来说 只有一个结局 那就是实实在在的钱没了 真金白银没了 对不对 其实我见过太多太多 这样的案例 有的时候真的是 怎么说呢 拦也拦不住啊 有的时候真的是 你像 真的是被这个项目 给洗脑洗的 就已经完全沉浸在里面 不能自拔了 有的是刷爆信用卡 对吧 刷个几十万的信用卡 然后投资投进去了 最后信用卡 还不上 挂了黑门单了 对不对 有些是拿着留学的 这个孩子留学的这个钱 我之前就见过一个案例 一个女的 拿着这个一家人 给孩子攒了 一百五十多万 以后准备给孩子 出国这个留学去用的 结果 也没有跟自己的老公商量 就把这个钱给投进去了 那个时候 甚至他都说不清楚 赔了钱之后 他都说不清楚 这个项目方的名字叫什么 都说不全 也不知道到底干什么的 就说他朋友告诉他 这个项目能挣钱 就一分不留的 全部投进去了 最后结果是啥 最后结果就是 就是弄了个离婚的下场 他老公不能接受 对不对 辛辛苦苦 攒了半倍的钱 给孩子留学的钱 你一声不响的 全部投进去了 而且还被骗了 你啥也不懂 你还敢投这个钱 是不是 还有给老人看病的钱 还有买婚房的钱 有的时候就是病急乱投医 越是急用钱的时候 大家可能就越不理智 对吧 所以说在这个行业里面 我们该如何去保障 我们的资产安全 其实真的没有那么难 首先第一点 但凡是进入金融领域 朋友们一定要有一个 最基本的场势是什么 那就是收益越高 风险越大 所以说我们再说回什么 再说回这个free这个项目 你投100块钱进去 一年365天下 你能拿出来18万 还有多 所以这么高的收益 它的风险一定是非常非常大的 你看中的是人家的利润 人家看中的是什么 人家看中的是你的本钱 是不是 这是最基本的常识 所以说高收益 它就意味着高风险 那收益率超过6% 我们可能就要打个问号 这个怎么收益这么高 是不是 那收益超过8% 其实就已经很危险了 那如果说收益率能够 给到10%以上 那我们可能就要真的准备好 损失全部本金的这种准备了 所以说这是一个金融行业的规律 第二个呢 其实很多朋友 进入取货链这个行业 就是看中它的一个高收益率 取货链行业现在机会确实是挺多的 当然诱惑也很大 所以还是我刚才跟大家去提到的那句话 如果说大家真的是看好这个行业 想在这个行业里面 实现一些财富自由也好 或者是去选赛道也好 还是去创业也好 咱们先不说赚钱 咱们先去保住自己的钱贷 咱们先不赔钱 这个才是进入 区块链行业的第一步 不要被那些高收益给诱惑 区块链行业收益率是高 但是呢 也不至于那么吓人 好吧 也不至于那么吓人 所以说 我们真的是永远赚不到 超出认知范围以外的这个钱 除非说真的靠运气 但是有一句话很俗 但是很有道理 一般我们靠运气赚来的钱 早晚又会因为认知不够 实力不够亏掉了 是吧 这是一种必然啊 因为我们所赚到的每一分钱 都是我们对于这个世界认知的一种体现 对不对 我的这个世界的认知高度有多大 那我对我的财富可能就有多少 但是我们亏掉的每一分钱呢 也都是因为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 存在盲点和缺陷 所以说才会亏钱 对吧 所以当一个人的财富 大于自己的认知的时候 那么这个世界就会至少有100种方法 来收割你 不是这个项目放 就是那个项目 对不对 直到你的认知和你的财富成正比 所以说这句话很俗 但是呢 非常非常的有用 非常非常的真实 大家再回想一下 是不是 如果说真的是很有信 我们在正好遇上了哪个机遇 遇上了哪个风口 然后我赚到钱了 我就会以为在这个行业里面赚钱挺容易的 对不对 然后呢 我就会在这个行业里面继续去寻找机会 因为我想形成财富的积累啊 我想继续 继续把我的财富变得更多 这是人人每个人都有的想法 这个很正常 但是我们要先问自己一句 我们是否具备这样的认知 是否对这个行业足够的了解 是否真能在这个行业里面成为一个专业的人 然后我们才能去做这些投资啊 或者等等的这些行为 对不对 所以说 认知多大 我们的财富就有多少 所以说一定要什么呀 想提高认知 一定要学习 一定要学习 学习真的是解决焦虑 提高认知 唯一也是最好用的一个方法 当然现在呢 学习的平台有很多 对不对 学习的地方有很多 但是呢 也是参差不齐的 反正 大家可能也有去其他平台去学一些 有的可能学到东西之后 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 当然呢 也可能是这个 学了之后 可能 就是听过而已 听完之后也就忘了 所以说呢 咱们一定要去选好平台 去学习 磨刀不务砍 柴工 大家记住 在区分链这个行业里面 即使是熊市 它的机会也非常多 真的 在这个行业里面 即使是熊市的情况下 它也有很多很多 可以获利的机会 但是 这个获利的机会 我们要看 是否我们具备这样的认知 是否真的能够认清 这个风口 是否真的能够 看到 它里面所应 运藏的一些机会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 所以说 大家来到这个行业之后 很多人急于赚钱 真的不要急 真的不要急 机会真的非常非常多 机会真的非常非常多 机会真的非常